这题的话基本上 你又要想说 他到底做哪 要哪一些东西 第一个 显示 这个两分其实 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 他等于是就是什么 就显示这几个字应该会 print line就好了 把它输出 然后呢 在输入N个之后的话 按enter 就会乱数产生N个乱数出来 比如说你输入10 他就会输入 他就会帮你跑出什么 10个乱数 那乱数到多少呢 基本上画面上看到应该是 从1到999 三位数字就可以 而且不需要三码 反正说各位数字也是不让普林 然后呢 最后有个重点就是 必须要什么 递增排序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它做排序 所以乱数产生 这个前面有讲过 但是排序怎么排序 所以那个 乐透彩如果他刚好 又多一个题目就是 请你按 什么数字排序的话 那你也要加这个功能 所以要怎么做 基本上跟第一题很类似 那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大概先跟各位开个头 怎么做 基本上 来看一下 我们来先把 那个最后的结果让一下 如果执行起来 那一定会要求使用者输入一个值 所以他就在这边输入一个10好了 按一个enter 就会跳出10个乱数 OK 那这10个乱数 其实题目里面没有要求说 你不能重复 所以有可能会重复 但是呢 我产生10个数字 要重复其实几率不太高 因为有0到999 有1000个数字 1到999个数字的话 重复的几率不高 OK 那这里的话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也是建立class 那这边我们会需要用到几个 一样的部分就是说 这个不用 要不要判断 这个flag不用 第一个的话呢 要怎么样让使用者输入 一个 输入几个数 个数 那这边的话 由个数去产生什么 产生决定我们要阵列的长度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会需要什么 用 用scanner 那这个scanner的话呢 就是可以怎么样呢 就扫描我们键盘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输入一个10 他就scan进来 然后呢 利用什么呢 scanner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Next Line 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强制 就用转型 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整数 所以用什么呢 Integer.ValueOf 或者是用那个 Integer里面有个叫PasIn 也可以啦 用ValueOf跟PasIn 在这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习惯用ValueOf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读进来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 我把它scan进来之后的话 就会 放到这个Size里面 那Size里面的话呢 就是啊 在 拜拜